第一个函数today today的话就是知道今天日期 那你在插入函数里面 那当然我们今天会用的大概就是日期与时间函数 这个群组 那里面的话当然 各位可以从上到下 稍微浏览一下 基本上这些都是让你产生 或者是计算那个时间 日期跟时间的相关函数 但实际上并没有想象中来的多 所以很多其实如果说你要做计算 可能有些地方要特别的注意 比如说我今天要产生今天日期 那我可以直接找到那个 在日期及时间函数里面的today 这个我想应该比较容易 那使用的方法 我前面有特别讲过 其实函数的使用 你即便第一次使用你也不用担心 你直接在这边可以看到 它today 它里面不需要加任何的引数 所以这个瓜糊里面是没有东西的 至于详细说明在这个地方可以找到 不过一般这个是还蛮简单的 它会给我什么呢 按确定 确定之后呢 当然直接会给我一个今天日期 但是今天日期你可以看到呢 它基本上会显示成这样 主要是原因是 这个出称个格式 格式里面呢 各位可以看到 有一个类别里面叫日期 OK 那也就是说呢 我可以把它 就是预设它 如果是一个日期 它自动会帮你格式成日期 当然你也可以改成其他的样式 那包含就是说 如果你有西元年月 它这边也会自动帮你显示出来 那还有其他格式 不过假如说我今天 希望显示成的是那个民国力 那在 其实大概在台湾或 好像也只有在台湾吧 会有中华民国力这个东西 因为在其他 你如果在其他语系 如果是英文版的话 基本上没有这个东西 那假如是这样 如果一般性会可能遇到 就是说类似像我们中华练习题里面 各位可以看到中华练习题里面 它本来的格式 它本来的资料是长这样 但是如果今天我希望格式化成什么 类似104年的1月1号 那特别注意 这个地方跟刚刚有什么差别呢 第一个 那个年的部分 有没有 它是用什么呢 用那个民国年表示 第二个的话呢 不是用斜线 而是用点 原来的斜线 如果你要把它改成点 OK 第三个就是说呢 如果是1月份的话呢 要补0 01 不然它会显示成1啦 那再来的话 后面要加上什么 加上一个什么 礼拜周期 周期 后面加一个刮壶 刮壶周期 那如果说我今天要做出像这样的效果的话 该怎么做 OK 其实有些时候呢 我们首先来了解一下 它这个地方呢 里面到底格式 当然如果将来你不会 没关系 你按右键 出现格式里面 当然你记得是切换到制定 制定里面呢 就会有这个格式啦 其实你就把这个格式拿来套用在别的地方上 也可以 可是呢 这个毕竟只是知道结果啦 那过程它怎么做出来的 其实并不困难 以后如果你只要是格式都可以重新再制定过 那什么意思呢 按右键出现格式 通常是这样 也许我们没有一个完全一模一样的 但是呢 你可以先找一个接近的 再来做修改 什么意思呢 你可以先把它改成中华民国立 那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也许是哪一个呢 这个吧 105年 然后或者是这个 好就这个好了 那假如说我今天找一个比较接近的 最接近的啦 因为可能在其他好像也没有别的 但是我可能呢 需要修改的可能几个地方 第一个就是说呢 它的斜线要变成点 第二个就是 日跟 月跟日前面要加零 有两个问题 第三个就是刮湖里面要周紧 这三个问题解决 那就可以做出我要的格式 不是要怎么做 第一个先选一个接近的 第二个的话呢 切到制定 切到制定之后 各位可以看到哦 这个地方实际上是可以让你再修改的 也就是说 如果你知道格式里面应该要增加什么 或减少什么的话 可以从这边去做一个一个一个修改 那里面的话呢 这个刚刚选错了 应该是中华民国立里面这一个 把它切过了 选它一下 制定一下 那各位可以看到哦 基本上呢 你看得懂的部分 它的格式一定先 开头会有这一个 表示说哦 这个意思就是说 格式化成中华民 中华民国立 那后面这个一的话 基本上哦 应该猜 应该可以猜得出来吧 这个指的就是我们的年 那中华民国立的年哦 它前面会有个开 一的话指的是年 月指的是M 第一的话指的是年 那如果说我今天希望把斜 啊 中华有个斜线哦 那我希望变成点的话怎么做呢 其实很简单嘛 把它delete掉 加个点不就好了 有没有 各位有没有发现 我把斜线哦 delete掉 加个点 那 再来的话呢 怎么样在那个 月或日的前面 补一个零 你想说 那我加一个零吗 不过哦 你会发现补一个零不对哦 为什么 因为 这个地方的话呢 我们如果要两码 其实很简单 它有个共通性哦 记得加一个M就可以了 就是 在那个1 MM 有没有 本来一个M嘛 就一码 然后如果说你要两码 就是会自动补零的话 记得就是在这个地方 加MM 那D也是这样 DD OK 好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有个雏形的 105年点两位数 再点两位数 好 那最后的话呢 可能会需要什么 刮扶周极 好 不过我们先按确定好了 好 这已经格式化 那周极的部分的话 怎么产生的 其实哦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看一下 这个地方哦 可是你不会周极啊 那怎么做到 其实有个简单的方法 日期里面哦 你找一下 在西历里面 会有个周极 但是你不知道 这个周极怎么做的 对不对 没关系 切到制定一下 有没有发现 这个周极 其实各位可以看 那个中刮五后面 这边会出现什么 分号是结束的意思 也就是说呢 如果要在那个储存格里面 表示周极的话 其实非常简单 就是三个A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你要周极 它要刮虎怎么办 很简单嘛 比如说你就是直接 在这边加个刮虎就好了 前后加个刮虎 这个刮虎可以自己额外加 不就有周极 那这个东西哦 你可以怎么 直接加到 刚刚的这个格式后面 所以我把它取消 按滑鼠右键 出这个格式 然后直接 记得哦 游标一定是 分号的前面 分号的前面 加一个刮虎 然后呢 再打一个A A A 就周极出来了 那如果你要把它变成 星期期的话 其实你们可以看一下 星期期跟周极 相差的地方 只有怎样 再打个A 再打一个A 就变星期期了 所以其实以后 如果你要在日期后面呢 再加上星期期 其实是一个蛮简单的事情 OK 所以这边的话呢 假如说我要把今天日期 格式化成 后面综合练习的 这样的格式 OK 那个过程应该知道吧 你用推敲的 不是一下子用背的啦 OK 按确定之后的话 那我们用周极 OK 好 按确定之后 结果就出来了 好 那 这个是第一个啦 第二个的话呢 那你会想说 老师那日期 到底是怎么产生的 其实我们再插入一次 那个today好了 也许 再来 OK 那他预设一定是这样的格式 可是你想说 到底这个日期 是如何产生的呢 按滑鼠右键 第二个 请你把它储存格格式 因为呢 他知道这里面是个日期 所以他会自动帮你把格式 用标准的日期格式给你 可是哦 如果你今天哦 你把它改成什么 改成通用的 或者改成数值也可以啦 改成通用好了 通用的话呢 你会发现按确定 它会变成什么 一个数字耶 对不对 那你想说 为什么是一个数字 日期不是应该就是日期吗 这边哦 其实特别注意 其实在Excel里面的日期 它就是一个什么 一个数字 实际上它就是一个数字 那你想说 那个数字怎么来的 其实根据那个 官方说法 很好理解 这个数字呢 是跟1900年的 1月1号相比较 相差几天 OK 所以呢 因为未来 他你不 1900年 已经很久以前 1月1号 这个日期 我想应该是 非常久远以前的日期了 所以呢 如果以后呢 那你如果今天打 42444 是今天日期吗 所以如果明天的话呢 那就是 42445了吗 OK 那可是你会想说 那可是问题 我今天如果给一个数字的话 一定没有人看得懂 但是呢 如果我今天 要让人家看得懂的话 当然就需要怎么样 再利用Excel里面的 储存的格式里面的 这个东西 把它格式化 这样大家才可以看得懂 但实际上 它储存在Excel里面的 里面的 一定是一个数字 所以日期本身 就是 一个数字 这个数字 就是跟1900年的 1月1号 相差几天的意思 所以以后 如果你要算那个 比如说Dative 后面这边 假设这个 或者是前面这边 奥运 假设说奥运日期 奥运日期 你也许可以在旁边打一个 奥运日期是 2016的 是不是8月14 好像我印象中是这样 假设是这一天 8月14 好 那如果说你要算 告诉 有没有 那你要怎么算 那当然你说 是不是怎么 把这个打开来 然后再开始算 多多多 一定 而且很麻烦 而且不好算 最简单的方法是什么 我刚刚讲过 它是一个数字 它也是一个数字 虽然说它看起来 不像数字 那你可以怎么样呢 很简单 最简单 如果将来处理日期 是最简单的 为什么 你可以怎么样 等于 等于什么 把这个日期 因为它一定比较大 它跟1900相差 一定是比较大 减掉什么呢 减掉今天日期 把这个减掉它 那你想说 日期减日期打勾之后的话 它如果回来的话 有可能 现在是回来 是152 不过也有可能 有种状况 回来之后 它会给你一个什么 给你一个日期 也许像这样子 有没有 1900年的5月31 你想说这什么东西 不过没有关系 如果你要把它变成天数的话 很简单 按右键 出生了格式 再把它改为通用 按确定 这个日期就对了 OK 应该懂那个意思吧 所以 其实将来你要理解日期 你就把它看成是 一个数字 OK 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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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说 那个 处理数字 就简单多了 可是 问题来了 就是说 但是 算天数很简单 可是如果说 你今天要算什么 算那个 有年 有月 就不简单了 最麻烦的是月 为什么 因为月 有 31天 30天 还有2月 最麻烦 有28天 有29天 而且 2月29 刚好那天出生的人 其实也还蛮倒霉的 因为他四年 才能过一次生日 因为 好像是四年吧 对不对 润年才能过一次生日 那 这就麻烦了 所以以后呢 我怎么去计算月呢 你不能说 我一律除以30 这样好像 可能会接近 但是 一定不会是正确的 会相差个几天 那所以要怎么办呢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 当然更好 可是如果没有的话 就需要用到一个函数 叫 Dative 这个好像前面有用过 这个函数非常的重要 可是它有一个缺点 就是 你在按插入函数里面 它不会出现 你必须要自己手打的 然后呢 它除了可以算月 它会自己帮你去算 润年或 润月或不是润月 28天或29天 所以你可以把这个问题丢给它 那另外算年 好像前面有讲过 可以给一个Y 然后算天 不过天我觉得不用 天反正你就两个相减 再把它转成通用格式就可以了 那底下还有三个 这三个的话就是说 如果你要忽略 就是不管那个年 你管月 就是 两个日期 比如说后面这个日期 减前面日期 可以用YM 这个等一下会解释 为什么会有这三个 其实主要要解决下面这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这个人 1972年的8月5号 出生到今天为止 那我想要问你就是说 你 请你告诉我 他出生到今天为止 他活了几岁 几个月 又几天 这个的话如果你没有好方法 恐怕你要算非常久 还不见得一定是正确的 几岁可以 但是要精确到日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需要到Dative 帮我解决 Dative有这些参数 OK好 请各位试一下 我们刚刚主要是练习 就是说Today 那主要是请你把 这个格式给做出来 这个格式请你参考什么 就是综合练习 第二个的话呢 我希望再跟奥运相差几天做出来 所以请各位 就是把这个 这两个先做出来 然后再看一下Dative 把画面先换给各位一下 所以将来你在算日期的时候 特别注意 实际上日期就是一个数字 一个整数 也就是跟1900年1月1号 相差几天 那当然未来一定会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所以跟1900年1要相差几天 那为了它要显示出 你看得懂的日期 所以它会 Excel里面多一个 所谓的日期格式 让你看得懂 不过实际上它存的 就是一个日期 那如果说将来 你要知道日期 就时间的话 你其实也可以用 年跟天可能比较简单 因为年也是365 一年365是固定的 但比较麻烦的 应该是解决那个月的部分 因为月的话 有好多种 31 30 29 28 那如果OK 那了解之后的话 可以再想想看这个 就是精确的这个算法 这里我会用到一个叫 Dedif的一个函数 那可以试试看 这个Dedif的使用方法 这个我们前面有用过 其实Dedif来算年龄 算是最方便的 你应该讲起来 Dedif应该算是 日期计算函数里面 算最方便的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帮你解决很多 这个日期相关计算的问题 那等一下可以试试看 如果你今天要计算 那个员工实际的年龄的话 而且要计算 你显示出来 要跟底下这个一样的话 那要怎么做 这个地方我想各位先试试看 底下还有Edate Week Day 还有什么YMD YMD的话一般就是年月日 那再来还有Time函数 怎么去计算时间 另外还有计算工时 工时的话有两个 一个是最后回来的话是几天 一个是最后回来是哪一天 最后有个那个综合练习题 综合练习题就是要 快速的做一个年龄 也就是我今天用那种方式 可以一下子马上可以帮我 把一个年龄给做出来 这里请各位试试看这个范例 字幕志愿者 李宗人